我跟你講今天帶你來的這間超特別 看一下它的風格 它這一間除了你可以來自裡面的一種同白彎 它還可以吃 這邊這個就是館子 再加上這個 香蕉的冰淇淋 我已經加在一起了 太好吃了吧 太好吃了吧 以後吃不到怎麼辦 小姿女孩 Yami 欸你知道嗎 來台北最新要逛的第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西門 今天我有一些很厲害的口袋 讓你來跟你們分享 第一站就是我們這邊最美咖啡廳 最美咖啡廳 這裡不是啦 我剛剛看上面寫理髮廳吧 我跟你講它像外表看起來是我們的眉髮 但是進去以後裡面 多轉著驚喜唷 Let's go 太夾超好吃的吧 我現在已經餓了 我跟你講今天帶來的這些拆軟 你看一下它的用 它這一間吃熱的平台裡面 我們用我們的白彎 它還可以洗 所以你看現在這邊滿滿的甜點 我已經 受不了了 我跟你講現在可以介紹的味道 聽到叫做 邪惡地址的棒蛋糟 聽起來很罪惡欸 感覺就是會很棒 我跟你講我們就是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來試試看 對 蕭草冰淇淋 哇 我現在來挖一口冰淇淋吃 這很好吃欸 這個焦糖味超濃厚 然後香草味也覺得 再來一下它的那個放爛糕 我覺得要很喜歡 上次我有說我最喜歡吃這種脆脆的 它吃到是不是脆的 而且它裡面啊 對啊 我就要加那個焦糖 旁邊那個焦糖 它放爛糕好鬆喔 很綿 因為我很不喜歡放爛糕的原因 因為它炸實到你會覺得乾到不行 這個就是在了你 真的 我已經加在一起了 超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我完全好意 打破我最放爛糕的名字 真的 我原本以為這種東西看起來 會很膩 但是不會 而且它非常爽 再來是我想要先吃 抹茶捲 我看它很久欸 三個抹茶捲 等了很久欸 它裡面滿滿的這個抹茶 它會有兩個熱身心 而且我跟你講喔 這一間餐廳的東西都是餡料 真的假的 餡料這兩個字很嚴重 所有的女生只要提到餡料兩個字 我要 有這個 大人氣味道 抹茶味很濃郁 濃郁但是又不會膩 我個人吃的非常不太喜歡帶進去 可是你知道它的這個抹茶 我敢吃 而且重點是它 它慢慢的有一種漸層的口味跑出來 就是 它的抹茶也不會膩 然後就吃了一口 很特別 所以忽然很冒出來就是 好抹茶喔 好吃欸 而且它的抹茶 我剛看它的抹茶是不是日本啊 很知名的抹茶 現在做的 所以你就吃起來啊 不會像是有些抹茶有點 太澀 太苦的口感 有些還會有點刷刷 有些還會沙沙的感覺 它的部位 這好好吃啊 尖叫喔 我今天要尖叫 接下來這個 我看它在那邊 滑油滑油 有沒有它這個焦糖布丁 光看到它旁邊的這個焦糖掉 我就覺得是喜歡 欸 嫩 嫩到爆 很綿密 入口即化的那一種 大家知道這個焦糖 你們知道有的焦糖會吃起來嗎 它這個是完全不定的 很剛好 它們那個布丁的蛋味好濃郁喔 很濃 而且它跟那個焦糖完全融合在一起 真的很好吃 這一道罪惡 這個真的很罪惡 這我會吃了一個還想再吃欸 沒有 完全不是要告訴你 我們不在吃這麼罪惡的東西 這好好吃 而且它的蛋香啊 你一咬下去會馬上散發開來 對 然後焦糖是一定要的啊 這個真的很嚇 而且它那個焦糖有點那種 焦焦的香氣 焦都帶甜 然後帶牛 有點太好了吧 今天很重要 我們要再帶進去 就下一個地方 你不覺得吃完甜的 應該吃點鹹的嗎 我就想說你今天 就要來帶我吃這個甜的嗎 我們不吃鹹的嗎 我想吃鹹鹹的東西 下一站就是鹹的 我很期待 所以現在要來出發了嗎 我真的期待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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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